上揚 泰冠及利拓三家涉嫌 貼假標的進口商 聯合出面說明卻頻頻喊冤 那我們在依據他提供的資料 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再傳給日本的出口商 所以這個標籤 直接是由日本出口商 所貼好之後 才一起進口到台灣 把責任推得一干二淨 說標籤是日本貼的 但難道進口商 不用去追產地來源 到底在哪裡嗎 日本的法律是非常嚴謹的 對於商品的所有表示上面 進口的一律都是日本流通的貨 你進口進來台灣 就應該要符合台灣的規定 一萬箱全都日本貼的 全都日本貼的 日本貼過來 為什麼你那邊有中文的標籤 有的時候看如果它有錯的話 我們要幫它改 衛生局稽查人員發現 上揚公司的倉庫裡 竟然有其他中文標 但依照台灣邊境報應流程規範 所有食品書台前 中文標早就該貼好 怎麼進口商的倉庫裡 還會準備其他中文標 難道是日本產品進口台灣後 改標再賣 他用這個A或是B或是C去網站的部落客去查這個ABC的代號的意義 這個我們連我們都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判定我們這個是在災區生產的 這樣以前都沒有用這個代碼來清查嗎 我們是因為2月26號發現那件案子 所以做整個的這個系統性的一個查核 對於代碼官方和進口業者都說不知情 但日方食品以產地編碼這樣的做法行之有年 台日貿易往來數十年政府把關疏失 一生不知道真的很難說服消費者 記者陳志宇 稍微米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